民眾上百人 睜著通紅雙眼 他們備改航站 深夜從南部直奔 台中機場要趕飛機 但過程曲折 一度叫不到車 12點外 好像要1點那裡 叫沒有車 通過頭外 不方便喔 心裡面OS 很想把它取消掉 很累耶 但沒有事 除了散客 團體行程 共舞團130多人 原本從高雄 要直飛越南縣港旅遊 但受颱風影響 高雄風雨交加 航空公司兩天前 緊急宣布改由台中起飛 大伙兒童童提早出發 許多人徹夜未眠 那個洗礼都被風吹著跑 車站都叫不到計程車 雨傘也沒辦法撐 整個都開花 高雄的車都倒了 旅客全集結在高雄貨車站 分別搭四部遊覽車北上 而旅行社體恤民眾 則當場發放餐盒 麵包 蛋糕 客人肚子餓 台風天許多航班都取消 部分航班則為了安全旗艦更改航站 旅客舟車勞頓 清新最後都順利趕上飛機 記者金文中楊生王上函台中 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式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你先開啟小鈴鐺喔 其實我對此為一致